Hello大家好 我是J 欢迎来到今天的周末更新 今天大家应该不是来看股票的 我们来看这一个火箭的 我们先把火箭说一说 然后继续的去聊一下美股和TOSA最新的一些动向 在这里如果想看整个火箭的回放 新建这一边SpaceX的话 它的官方的Twitter 还有YouTube上面都是有这个回放的 当时它是直接在这个X 也就是Twitter上面做这个直播的 可以看到这一边显示是660万观众 非常的多人是关注这一次的最新的试飞 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在这里有很多SpaceX提供非常多近人的画面 非常漂亮 这整个可以看到33个Raptor Engine同时的发射 这里我是非常关注这个引擎点燃的这一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上次所有的引擎没有点燃 开始飞上去的时候 看着维持高度的时候 都是比较慌张的 因为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有一些Raptor Engine是没有上线 但是这一次是非常的完美 所有的引擎都是点燃了 然后到了这个Hot Staging 这个热分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成功的 整体来说 我觉得这一个作为第二次的试飞来说的话 整体是可以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的 可以看到SpaceX在这一边 也是给了就是追踪的这一个摄像角度 是直接可以看到Hot Staging 热分离的这一个角度的 另外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发射的时候 周围会看到类似非常多的液体下来 就是因为这个33台的这个Raptor Engine 非常的厉害 因为火箭直接发射的时候 就是会形成一个巨大的Shock Wave冲击波 这样子对于在地面上的人员 有非常大的一个危险 之前也被讨论过 CNBC这边还有一些别的媒体路透社 已经开始去讨论安全性 在这一个火箭发射台附近的 这一个工作人员这一边 已经有些被爆张出来了 这一次是比较小心一点的 因为下面的话就怕有这一个起火 所以就直接有这个水和液体下来 去把那一边是尽量的控制住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发射的没有直接被炸开 是非常的好 上一次是比较危险一点的 而且上一次的试飞是没有 这一次这么长的 这只是超过了七八分钟这样子 直接的往上再走 大家可以在这个角度更加好的看到 我在说的这个冲击波的巨大的这个波动 还有这个声响 然后在下面这样子点燃的时候 没有这个液体的去做这个降温cooling的话 那么发射台这一边可能就每一次发射一次 把发射台给炸一次的成本也是非常的贵 因为这整个控制来说的话 整个任务来说的话 它是想火箭发射上之去之后 还可以再次的回到这一个地球地面上 然后重新的去用 这样子就不是这么的浪费 我们去看非常贵的这一种的烟花 当然这只是第二次试飞 这些还是后面伟大遥远的一些这个愿景 但是我们也看到每一次试飞和任务 一步步接近这一个愿景 最后就是为了想办法可以利用这个飞船和火箭 是直接飞到去登陆月球 甚至是火星的 我们知道马斯克是一直想 是可以直接做这一种 在这一个银河去穿越的这一种的飞行 所以到最后还是为了火星这一方面着陆 去进一步的去铺路 因为这一些试飞都是没有 没有这一个太空 没有飞行人员直接在里面是搭载的 所以都是无人的这一种的状态 这一次主要的一个问题出现在 在刚刚大家看到热分离之后 这个booster直接是被引爆了 在这一个不稳定的这个情况下 然后后面这一个飞船来说的话 也是在后面的时候 应该在八分多钟时候 也是失联了 然后后面一次是在这一个 也是同时为安全的情况下 是把它给引爆的 因为在一定的时候像飞船 还有这个booster来说的话 你控制不住 它是从哪里掉下去的话 那对地面会造成一种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 这一个booster 还有那个飞船上面 都是会有这一种的 这一种自爆的这一个装置 摆在那里作为安全考量 整体来说我觉得反应非常的好 今天非常多的人去观看 这一个发射 在我这一边 我在西岸加拿大这一边 所以我们这里是凌晨五点 然后八点美东时间 今天德州这一边 发射控制这一边的天气 非常的漂亮 是直接在一个日出的时候 直接是发射上去的 非常的壮观 建议大家再去看一遍 所以整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发射 作为第二次的试飞来说的话 整体还是非常的成功 也是从这一些试飞的失败里面 可以让星舰的 还有SpaceX这一边的团队 学到更加的多 去完善下一次的 这一个飞行任务 所以这个非常值得期待 马斯克这一边 也没有忘记去推一下 这个Groke 因为在Groke这一边 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 Twitter的这一个用户 是直接去问 讨论一下今天的 今天的这一个飞行 Starship Flight Test Takeaways Hot Staging Success 也就是热风力非常的成功 The hot staging process where the upper stage separates from the lower stage while the engines are still firing Appears to have work like a charm 也就是热风力 整个这个过程 非常的不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Groke这一边 也是充满了 这一个幽默感 这一边发布出来的 最新的一个 人工智能的语言系统 一会儿再讨论一下 这一个 昨天OpenAI的CEO Sam Altman 这一边是被 董事局是辞退的 因为董事局 对他的这个领导能力 失去了这个信心 这个对Sam来说 相对来说 也是一个巨大的晴天霹雳 因为在这里 就是大家谁都没有看到 这一处会发生 毕竟去年 同样的这个时间 AI的热潮开始起来 ChatGPT走在最前端 Sam这一边 也就是 这一个 整个事业上 发展来说 是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看到 一年之后 就在这一边 已经是跟OpenAI去 分离了 然后被辞退 一会儿我们再讨论一下 这一方面 对于微软的这个影响 昨天把点位呢 也是去讨论了一下 就是微软如果是进一步 因为OpenAI这一边的担忧 又进一步的这个下行 趋势的话 哪一些这个重要的 股价的点位 好 回到这一个火箭的发射上面 这33个引擎来说的话呢 我可以看到 All Engines Firing 刚刚我也去讨论这一点 就是这一次没有引擎 这一个故障出现 上一次呢 是基本上呢 大家看着在网上飞的时候 在想这么多个引擎 引擎是有故障 没有这个点燃的话 怎么可以进一步的飞上去 这是第一次试飞的时候 一个大的问题 也就是导致后面的这个飞行的时间段 是非常的短 这一次呢 市场非常的多 而且去走到了Hot Staging 和这个分离的 其实它每一次试飞呢 是有不同的这一些任务的目标的 去一步步去达成的 所以在这一步来说的话呢 我们主要看到这个Hot Staging分离之后 然后这一个 这个星舰的飞船上面呢 是进一步的带着六个Raptor的引擎 进一步的在飞行的是一个比较好的 只是后面失联了 所以在未来的几天呢 SpaceX这一边呢 是进一步的会去探索 是哪里出了一些这个问题 特别是在Booster的这个上面 和最后的这一个飞船的失联 另外呢 就是这个Max Cube 也就是最大的这一个极限的 Dynamic Pressure压力的这一边 是把它去给冲破了 这个对于每一次火箭发射呢 大家都会听到这个敏感词的 记得之前我们在看一些别的 像SPCE Virgin Galactic 还有ASTR这些呢 都是去看 总算过了这个Max Cube了 这个是非 都是一步步的 然后最后呢 像Version Galactic SPCE这边呢 是有真人直接是飞上去了 然后Booster Return Walls The Booster Return However was where things got a bit bumpy 这个我刚讨论过了 也就是Booster在分离了之后呢 是直接被引爆了 但是Not exactly sure what went wrong 还没有确定这个原因是为什么 所以这个未完待续 可以进一步的去探讨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 所有的33个Raptor引擎呢 全部都被点燃 我觉得这个来说的话 就是非常的一个大的成功了 大家要意识到 有很多火箭呢 直接起飞没多久呢 就已经是不行了 所以在这里面之间飞行了超过这一个8分钟以上的 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功了 所以也建议大家呢 可以去再去回味一下 我觉得这些 特别是在大的电视机上面去看的时候 非常的精彩 要整个火箭起飞的这个过程 好 那么马斯克在哪里呢 马斯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直接是在这一个Mission Control 受在陆地上的这一个控制中心的 然后他的这一个弟弟 Kimble Musk呢 是直接是在前面的 大家都是非常的关注 到底火箭会不会成功 那么SpaceX会不会有进一步的IPO呢 最近是有这个Twitter的大的去直接问 马斯克也回复了No 因为是有传闻2024年这一遍呢 有可能把Starlink新年 去给分出来Spinoff做一个IPO的 但是马斯克是直接否定了这一个 这个说法之后我们就看一下了 最新外方的这个推测呢 新年应该可能在2025 2025年 大大多数IPO呢 是发生在纽市里面的 所以其实就是看什么时候有纽市 因为纽市的时候 你去做IPO融资的话 可以做到比较大的一些规模 所以像去年的熊市呢 我们就看到有一个记录性 非常低的这种的IPO的出现 好 现在呢我们去预览一下 这一个下一周的财报 因为非常的重要 这边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 记录财报记走入了尾声 这一个尾声也是一个高潮 因为说到刚刚我们在讨论OpenAI 还有这个Groke 这些AI的系统上面呢 英伟达这一个AI的大佬呢 是在周二呢 总算会是有财报了 之前都是苹果最晚的一个财报之次 是英伟达 所以到时候去看一下 这一个英伟达最这一个今年最后的一个 一份财报上面呢 是给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Q4财报在明年啊 但是在这一边呢 我是说如果我们再看2023年这一边 英伟达最后一次的发布呢 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高潮 就是去看人工智能的概念 能不能进一步的去走强 AI的发展数据中心的这个发展呢 走的是不是有预计的这么强 因为来到这里呢 还是预计这一个英伟达呢 是有非常快和和这一个啊 惊人的这一个增长的 但是我们知道上一次 CoreWeb的这个事件呢 对英伟达的这一些实际的业绩的数据呢 是产生了一个疑问呢 所以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 会不会影响这一期的财报 股价来股价上来说的话呢 这里英伟达就是基本上埋伏在500附近了 如果财报走强的话呢 相信500是会被拿下来 然后进一步的往600这一方面呢 去这个进发的 毕竟各大的这一个投行的目标价格 如果我们往中间一点去看的话 都是在500500600这一种区域 然后记得之前汇丰银行 是把它调到700800这样子 往上在走的啊 所以都非常看好 英伟达的后续的发展 那这一次财报实际的业绩出来 我们去看一下是怎么样的一个兑现 在这里呢 我会做一个英伟达的预览的 尽量在明天吧 明天我尽量的去把这一个区推出 其他在同一天呢 还是有几个大的公司的 类似于这个Lowes巨大的这个零售商 超过1000亿的市值的 ADSK 惠普 Best Buy 这一些都是比较知名和大的 这个公司呢 也是会有进一步的这一个财报 周一先上Zoom ZM 但是Zoom是一个疫情股 现在市值呢 已经进一步往下坡再走了 随着这个疫情和remote working 也就是远程工作呢 是渐渐的是淡下去了 我自己会比较关注一个 是中概股这一边的周四 平多多 平多多是在周四这一边呢 会有财报 今年平多多的走势 非常的亮眼 现在已经走上115了 因为有很多人对于这个平多多来 看的时候嘛 是就是我们是不会想到 它的市值是有1500亿这么大的 因为如果我们去看所有最大市值的这一些公司来说的话 平多多是排在前面的啊 这个是整个全世界 如果我们去看排在最前面的一些公司的话 那平多多的这一个市值的位置 把它定位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大于Verizon 大于汇丰银行 大过这一个建商 这一边的高通 这些公司呢 都是市值呢 是比平多多还要小的 而平多多仅次于像辉瑞 Disney 如果财报是又走了一个非常好的 15% 15%的话呢 那其实平多多的这个规模呢 是进一步的往上在推的 这一个规模来说的话呢 还是非常的大 完全是一个大的蓝筹股的这一种的市值 阿里巴巴来说的话呢 到现在为止 这个市值应该还是保持在 2000亿附近的 也是非常的大 还是一个巨大的这个蓝筹 给一个这个回踩的这一个机会 最近我们看到巴士在财报之后 因为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在国内 是不是会被进一步的这个制裁 拿不到影响了 Cloud Computing云端的这个发展 所以我们看到阿里巴巴的这个股价呢 就一次给了这个回踩的这个机会 我个人是偏向于这一个 平多多这一方面的业务 在海外的这个发展 还是比较的是看好一点的 因为我是会详细的另外做一期视频去说一下 好回到特斯拉的消息面上面 那特斯拉的这个消息面呢 其实开头都已经讨论了 今天全部都是看着星舰SpaceX的这个火箭发射 马斯克也跑过去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看到coverage来说的话 各大特斯拉的这个博主呢 是在推特上面呢 是没有进一步的去 有更加多的更新 大家都是被这个火箭去惊艳到了啊 但是涨价对吧 下一周来说的话呢 就是一个大的看点 如果在在这一边呢 是有这个第四次的这一个加价呢 但其实我觉得不是总共是四次 前面说了三次加价 但其实它是不同的这个车型 这个trim在上面呢 就是车上面这个配置 有有变化的去做一种的做这个加价 所以感觉严格来说的话 这里可能是第二次吧 就看下一次是怎么样的这个加法 因为下一周有传闻 有可能进一步的去涨价嘛 影响一下这一个股价的这个走势 可以去说的就是第一季度 所以一月份的这一个四季度财报呢 非常值得期待 因为这里就感觉一直涨价的话 那就代表可能需求 进一步的回暖 因为利率有这种下去的这个预期 我们看到在北美这边 房贷利率开始 银行这一边呢 是开始把它往下去走了 所以车贷来说的话 利率呢应该也是往好的方向去走 刺激这一个消费 在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相信应该是在下一周吧 应该是有core durable goods 耐久品 因为汽车算是在耐久品里面的 所以到时候 其实在经济数据呢 可以去看一下耐久品的这一个需求呢 是不是进一步的是走强的 这个对于特斯拉的 特别是这种汽车的这个需求来说的话呢 还是比较好的 我们看到耐久品的这个数据呢 是出现在10月22号周三这一边 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角度 另外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 这是在加拿大这一边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战车呢 在加拿大这边总算出现了 这个是在东部啊 在Montreal Question这一边 多伦多那一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讨论一下这一个 特斯拉的这一个股价的走势 在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周五的时候 做了一个低开高走 这里齐全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当时我们去看个别的call的时候 两毛多 直接是冲到了这一个超过两块 就差不多是翻了十倍 这样子的一个节奏 在周五一两个小时里面 概念就是200块变成2000块 这种的这个概念 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末日call的这一个反弹 直接是往上走了 这个幅度算是比较大的了 在日内这一边 我们可以看到探低到了226之后呢 也就是之前的这一个双顶 这一边226的这一个区域 然后直接是反弹上去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呢 是它是stop hunting 对吧 在这一边呢 就是主力呢 在这一个打这一个止损呢 是我可以看到打掉不少的 为什么这样子去说呢 是stop loss rate呢 因为我觉得这里的下影线 说明了一切了嘛 快速的下探之后呢 就是直接给拉回去了 然后直接呢 是进一步的持高 所以这是比较强势的一个反弹 就是看周一呢 能不能继续下去了 在这一边我觉得 它在走一个上行趋势的这一个隧道啊 暂时来说 所以就算这一边比较低迷的话 不破230还是比较强 这里呢 是有一个假跌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做了一个双底W之后的形态呢 是再次的收回去了这一个上行通道 而我觉得这一个上行通道 如果进一步去往上去走的话呢 那去测试这一个趋势线这一边呢 可能就是走到255 260 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的这一个点位啊 就是看这一个上行隧道能走的有多好了 但是我觉得啊 整体来说走的还是比较规矩一点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都是沿着这一条线在走的 上面这一边走的非常的有规律啊 所以就是看这一边能不能进一步的往这一边啊 去这一个啊进行了 大家记得锁定我的频道 不要错过我的更新 我会进一步的去更新这一个隧道 最后走的是怎么样啊 整体来说技术指标啊 我们可以看到周一这一边 如果有省期周一的进一步的这一个冲高的话呢 就看这一个红色的主力筹码会不会出现 大家可以看到周五这边不多 所以冲上去之后呢就开始横盘了 如果这里再次打开特别是周日出了什么利好的话呢 那就看能不能就是进一步的在周一周二这一边呢 往上去走非常的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第二次的冲高呢 比第一次是强非常多的 第一次的主力筹码呢 是没有第二次这一边的这么高的 所以来到这里来说的话 就是看能不能进一步的去啊放量 在这里大家也看见了 除了这一个火箭发射来说呢 特斯拉这一边没有推出非常大的一个catalyst催化期 为什么呢 因为再过12天左右啊 就到了cybertruck delivery event 战车发布会 所以来到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就是已经买好这个伏笔了 另外一个伏笔呢 就是马斯克最近去回答的这个推文的帖子 去讨论FSD呢 即将即将FSD12的这个beta呢 就直接可以拿出来去试了 所以这上面呢 我们知道FSD12全AI推动的一个自动驾驶的版本 所以到时候看一下这个对于股价的一个帮助 也看一下各投行 再晚一点的这个复盘呢 我会去讨论高盛对于这一个特斯拉 怎么样的一个看法的一个角度 昨天讨论了汇丰 其实汇丰在这一边 在长线这一边 2030年呢 是看到他的这一个汽车的业务呢 是越来越小 而其余的像特斯拉机器人 Tesabots FSD 那个自动驾驶 还有Dojo各方面给他带来的营收呢 是非常的大 大于这一个汽车制造这一方面的这个业务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大投行 往这一方面呢 特别是大摩这一边给的这一个 之前400的这一个目标价格 现在应该在380左右了 但是也非常的高 如果我们去看现在股价在234 当然大摩给的这个目标是12个月的 12个月这种rolling的这一个 这个目标 他也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会进一步的去 做这一些revision更新这一方面的 如果看到有更新的话 会第一时间的去跟大家去做这一个复盘视频 我们一起来追踪一下特斯拉最新的走势 好 接下来呢 去回答一下这一个粉丝啊 粉丝在那个在留言区这一边呢 是有去问个别的这个公司的 这里问到的呢 是这一个ZIM ZIM呢 是这一个奇运箱 这个海运这一方面的这一个公司的 那么海运在疫情的时候呢 非常的流行 我们经常看到啊 是讨论了奇运箱超载的这一个问题啊 在海运的时候 所以业务吃的是非常的好啊 这一只股票呢 也有非常高的一个分红 但是他会做很多这种special dividend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在疫情的时候 业绩非常好的时候呢 当时股价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有一个 非常快的一个啊 跑到一个增长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新一点的股票嘛 在一年多一点的时候呢 涨了百分之六百五十九左右吧 那肯定非常的眼红 因为同时他会给出一些 非常好的一个分红 一个公司赚钱的话 分红当然是非常非常漂亮 Betained earnings这一边 也会非常的美丽 所以他就会有一些这一个大的分红 石油公司用的也是类似的这一种的策略 也是尽量的呢 把这一种业务的这个分红呢 去分给自己的这一个投资者 因为他们知道石油的这个价格 不会一直的维持在上面 再火爆的行情 有一天呢 也是会结束的 所以在海运这一方面呢 凑的就是这一个疫情 还有这个lockdown时候 引发出来这一个海运 非常贵的这一个价格 带动了自己的这一个业务啊 但是之后呢 我们知道最后是这个Zero COVID Policy 这个清零来说的话 变成是这种躺平一方面的 这个政策 所以当这一个供应链的问题呢 渐渐被解决掉之后呢 海运也是开始走下坡了 前几天复盘 其实我间接的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 因为海运的巨头Marsk 在这一边呢 是暴跌了18%的 这个应该是丹麦的这一个巨大的一个 在丹麦这一边上市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公司 但是它是Bellweather for Global Trade 这个意思呢 就是去看国际的这一个贸易来说的话呢 它是一个这个晴天表啊 如果它这一边呢 是显示在大幅度的裁员的话 然后利润是暴跌的话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我在这里觉得 如果你去比季度对比的这一种的业绩来说的话 海运这一边肯定是跌得非常的快的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大的趋势 它只是回逃了正常点 那么这样子说 如果股价能再次回去的话 是不是有很大的压力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不断的做分红的 而且这一只股票现在是7块钱来说 它之前呢 在更加高的股价的时候的分红 大家可以看到 2块8毛5 4块7毛5 都是非常的大的 这个时候还是在340块 分红呢 在这一个分红了之后呢 股价会去除掉分红的这一个部分 出息嘛 所以在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看见股价是非常的低迷 所以再次的想回去的话呢 就比较难见到 因为疫情是几十年难遇到的这一种的大的行情嘛 所以如果我们用平均K线的Hakinashi 去再次的看这个角度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月线级别呢 月K我们去看的话呢 是非常明显的一幅图画 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是绿色的蜡烛连在一起往上去走的 而趋势改变的时候一直走下坡 对吧 想去买回彩的时候呢 它偏偏的就是皆非到 对吧 在这一边 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当我们去购买任何的股票的时候嘛 它如果开始走下坡 它不一定能再一次的去涨回去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去买股票在跌的时候 尽量选择是比较好的公司 特别是大的蓝筹股 因为大的公司呢 走回正常的周期来说呢 它应该能再次上去的 PayPal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 大家就在想 这个之前是一个很大的蓝筹股 现在还是一个赚钱的公司 能不能再次的转弯 往回走啊 我觉得这一个趋势图在META上面呢 是完美的显示出来了 因为大家看到META是堪称一绝啊 这个月K 这里是连续的红色一直下去的 如果我们用平均K线的看法去看 大家也可以看到META到现在都没有弱下来 所以其实回头往回走的时候呢 是比较明显一点 特斯拉比较难看清楚 因为它是那个比较坑坑洼洼的这种的走势 没有像META是这么明显的 所以这一边呢 是比较这种正常的走势 但是我只是想说 对于META月K来说的话 真的是完美 它都是连续一起的这种行情 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变化啊 QQ来说的话呢 也是差不多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 连续的这一种啊 这个行情呢 是一直在走的啊 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一根K线的话 一切其实都是比较吻合的 那在这一边去年的8月啊 这里应该是去年 2022年的8月 为什么冲高回落的呢 非常简单 8月这一边行情走好 开始冲上去了 想做这一个反弹的 但是8月底应该是24 25号附近吧 老包Jackson Hole 直接把这一个指数炸下去了 当时发了一句名愿 We're not even restrictive 利率呢都没有达到这个压制性 我们一直在原地 在绕圈子 好了 那句话一出来 股市进一步的去探低 形成了这一个10月中的这一个大的底部 然后我们看到就是之后的这一个大涨了 所以配合上美联储走大方向的基本边呢 对于炒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现在指数来说呢 是走入了这一个贪婪的方便 为什么呢 最近VIX恐慌指数是进一步的走得非常的低迷的 所以这个促进这一个指数这一边呢 是走高的 因为我们看到的指数呢 是在高位震荡 也就是代表我们在4500这一边一直震荡嘛 所以没有跌下去 那空头没有恐慌的话 因为有恐慌应该是往下行 4500很容易跌破 然后守不住嘛 但是大家应该发现呢 他总是想回去 那么下一周是不是更加有意思呢 对了 除了英伟达财报呢 下一周在美国这一边是感恩节的 所以我们是有三个半的交易日 我去解读一下啊 感恩节呢是在周四 11月23号全天没有交易 然后这里打的两个新纽约交易所的这一边 他是会显示的 在1点美冬时间呢 在这一个10月24号周五呢 他是会提前收盘的 所以大家如果买了当时的这一个到期的期权 要注意一下啊 这一些这一个交易时间段的这一个分啊 这一个区别啊 所以下一周来说 只有三个半的这一个交易日的 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重要啊 另外回到市场的这一个整体的情绪面来说呢 因为我们现在走在这个均线之上啊 特别是这一些长线的均线之上了 所以整体来说的是呈现这个贪婪的 但是还没有走到极度贪婪 去年来说指数走得比较强的这一段呢 是在呃十月中的这一个底部出来之后呢 他是走到了十二月中左右的 所以看一下 今年和去年暂时来说这一段呢 是走的还是挺像 但去年十一月是完全不同的原因去推动的 去年十一月呢 就是人工智能第一波开始往上去走啊 各种的这一个AI的这个毛票呢 都是在网上飞的那个阶段啊 所以呢 他就是走到大约是十二月左右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回踩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边呢 去年十月中的这一个大底部 走到了十二月十四号左右 后面大家也看到了 这基本上是跌回去原位的 QQ再次探低到了二六零左右 这个是纳指啊 从二百九十六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下滑的一个跌幅 所以今年的十二月中 是不是有一个雷点呢 有 十二月十三号是最后一次的加息会议 我会非常注意老包这一次 今年最后的发言给出的这一个 给出的这一个最新的方向 所以如果到后面啊 到十二月中都涨得非常的好 有Santa Rally的话 大家就要小心一点 年底毕竟有Tax Harvesting 比较是税收这一方面的考量 但是也不知道老包会说什么 特别是如果指数在这个时候呢 已经逼近四千六四千七 这一种的点位的话 那就在高位嘛 那就更加点怕怕去见到了这一个 每天出主席鲍威尔的这一个发言 来到这里呢 我可以看到标普上面呢 还有一个缺口在四五三四五四附近的 这一个对应SPX的点位 应该是在四五七五四五八零附近 那里是一个关键的点位 那里被拿下来 我们就基本上回到全年的高点啊 七月这一边是一个高点 后面进行了这一个QQQ的一个平衡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是一路的往下开始去滑了 直到这一个410左右的SPY呢 做了一个大反弹 来到这里指数停下来 也是情有可原跟前面的高位 非常的接近了 RSI来到69.61在日线级别 这个非常的高 因为RSI只要冲破70 而且是维持在上面 像这一些区域的话呢 这个叫做RSI高档顿化 高档顿化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代表RSI超过了70 然后不下来 这个是走势最强的时候 也就是代表日内如果跌下去 它是很轻易 能再次的反弹的技术指标 overheat走的是非常的火爆和热 MACD在这一边 大家可以看到是进一步放大的 所以指数还是技术指标来说 是很强势的 我们下一周可以进一步的去追踪这一方面 那么石油 为什么周五这一边 有一个死猫跳呢 就去了这一个75.84呢 一来呢 就是在想这一个 因为国内的这一个石油的需求 一直往下走 所以OPEC会不会进一步的减产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 彭博士这边也说了 Oil's dead cat bounce 他们觉得也是一个small tail 所以在这里走后期来说的话呢 Crewed Oil的一个看法呢 就是它是有可能 等一下这个是高度距 Crewed Oil的进一步的走势呢 就有可能 我个人感觉要打开我的这些趋势线的话 这一次顶部 我拿的还是可以的 拿到我的技术线95这一边 大家可以回去看之前的视频 我是在88 95这一边定出来的 所以这里呢 石油是进一步的破位 我觉得最强的支撑 还是在67这一边 这里停下来做了一个 Decat bounce 是因为对应这两个支撑 但我不觉得这个是最强的 而且这里的最强的呢 就是离这里三月左右的 这一个跳高 是非常的近啊 所以如果这里这个缺口 变成是一个压力的话呢 就有可能进一步的下探 就是看这一个反弹有多强了 反弹最强 我给在缺口上方80左右 所以这一边呢 我觉得是一个看点 OpenAI 留给下一期这一个 晚上的这个更新浮盘视频 我们再进一步去讨论 微软 还有SPY和QQ的点位的进一步吧 明天我会发行这一个 英伟大财报的预览 大家记得不要错过 记得分享订阅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